一个退出跑男,一个坚决不走,冯小刚说出两者下场,热巴名气早就。 跑男和极限挑战都要在4月份回归了,很多人都表示期待,跑男上一季的热度来源之一,迪丽热巴离开了跑男,看得出跑男为了留住手势,本季吓大奔了,从路透看出请来的明星都很大开。 迪丽热巴不再跑男了,杨颖就成了跑男唯一的小公主了,跑男成就了杨颖,让她瞬间成为娱乐圈最红的小花旦之一,后来她生完孩子之后也火速回归,现在也是稳坐唯一金花的位置。 虽然看来了热巴和杨颖一个流腻个离开,热巴亏了,但是仔细研究发现正好相反,冯小刚导演对于热巴退出跑男就有不同的看法, 说向赵丽颖做的就不错,应该多拍戏多一些经典作品,演员还是要靠作品说话,就算参加综艺也不能长久铸杂,因为综艺节目并没有什么质量,并说热巴要向赵丽颖学习。 脱离了综艺热巴,现在热巴正是回归演员本职工作,以前很多人都说热巴火,但是没有代表作,现在三声三是枕上书奉酒作为主角回归,烈火如歌烈如歌热度大增,热巴还有很多剧在拍,即将霸平,变身和照例。 赵丽颖一样的工作狂,相信她也能做到赵丽颖这个地步,你怎么看?